大家好,美国的众议长佩洛西访问亚洲的行程已经确定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 当地时间28号消息是透露 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于29号周五前往亚洲 佩洛西预定访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台湾的行程被列为待定 28号日本也派遣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 蔡英文28号接见了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 表示台湾是第一岛链上非常关键的防线 将和日本以及其他民主伙伴继续深化合作 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 石破茂则表示 期盼借此访问之机具体讨论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合作关系 并解决未来所面临的问题 那这次访问台湾的日本议员团呢 包括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会 包括众议员石破茂 冰田静一 长岛朝九 参议员清水贵枝 蔡英文表示 多年来台湾和日本不论是面对自然灾害或疫情的挑战 都同亲协力 共度难关 2021年台湾疫情严峻的时候 日本也捐赠台湾疫苗 他再次表达了感谢 蔡英文说台湾和日本之间能够建立深厚的友谊 日本前首相安倍金三的支持和付出扮演了关键军色 这个月初安倍不幸离世 令人难过不舍 许多台湾民众都表达哀悼 也都深深觉得安倍是台湾永远的好朋友 那近年来呢 日本政府也在不同的国际场域 多次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包括今年日欧峰会 美日峰会 七国集团峰会 以及日本今年首度参加的北约峰会 蔡英文表示 这份对台湾的重视和支持非常感谢 蔡英文说台湾作为国际社会重要议员 知道守护台湾不只是为守护权益 更是因为就区域战略安全而言 台湾是第一岛链上非常关键的防线 他强调 他强调我们会和日本 以及其他民主伙伴深化合作 共同维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 除安保议题之外呢 蔡英文认为台湾和日本在许多领域都有紧密合作 在经贸议题方面呢 台积电将和索尼合作 在雄本县进行设厂 他相信啊 这个计划有助于台湾与日本双方 共同达成半导体稳定供应 蔡英文期待 蔡英文未来和议员持续密切交流 共同为深化台湾与日本的关系努力 对于安倍遇刺身亡 石破茂至此时表示 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制度 绝对不会因为这次事件而动摇 舆论也不会因此屈服于暴力 他说他过去曾与安倍共事 日本对亚太地区所肩负的责任 不论是法制面 整备 军事能力经济力量的提升 不光是嘴巴上说说 而是必须付诸具体行动 他愿意持续推动安倍的理念 并肩负起相对应的责任 日本这次访问台湾的 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会 是跨党派组织 许多成员都在日本政府 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 比如其中包括前外务大臣 前员成思众议员 前防卫副大臣渡边州众议员 都是这个组织非常重要的成员 石破茂期盼借此访问台湾之机 具体讨论台湾和日本之间如何合作 并一一解决未来所面临的问题 对亚太维持和平稳定的具体防范 作为事前设想这个地区会发生什么事态 发生后根据什么条约法律应用什么武装部队 来对抗等这些问题都必须事先协商并取得共识 石破茂说大家在精神与理念上有共同的思考 但在具体行为上 他认为仍欠缺共识 台湾在世界经济繁荣上扮演相当重要角色 这样多变的时期蔡英文承担的责任重大也具有历史意义 他说我期待聆听蔡英文的意义 日本实际上它的军国主义正在崛起 日本希望利用中国的崛起 带动整个东北亚地区军事上出现一个新的变化 由日本之前它的防卫由美国来控制 它希望利用中国的崛起能够使自己的防卫独立 这样的话军国主义能够摆脱对美国的控制 被美国控制 这样它就恢复成一个正常国家 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想法 就是你中国崛起 我利用你中国崛起 我可以摆脱美国的控制 这是日本单方面的思维 这也是安倍晋三的思维 但是他没有想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非常复杂 并不是像大家想 也不像台湾人想的 中国崛起 美国就一定要压制中国 因为很多方面中美还有合作 很复杂 美国也需要中国来帮助 中国的崛起也需要美国 这是让日本没有想到的 日本的军国主义包括周边国家也在防范 所以你看石破茂这些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 他到访台湾只是跟台湾人说了一方面 我们要防范中国 但是他没有讲到另一方面 中国和美国还有合作 和日本也有合作 那他把你台湾当成什么 就当成一个棋子 不把全面的中日关系 中美关系告诉你台湾 只跟你讲我们一起来对付中国 这样台湾人有一个印象 就好像全世界都在对付中国 这是你看很多台湾媒体 他给你灌输的意识形态 他不知道很多国家实际都跟中国建交 都跟中国友好 甚至给中国人是不是发签证 让很多中国人去那购物 去那消费 去那交流 然后跟你说 我们一起来对付中国 你跟我好 我们一起来打压中国 那你看石破帽跑到台湾 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为什么 他是军国主义吗 他要围堵中国 利用中国的崛起 他要摆脱美国的控制 是你看不清这一点 你就不会理解中美关系 也不会理解台海关系 那美国呢 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 格莱伊 他呢最新发了一篇文章 他呢实际上是专门研究两岸问题的 所以他对两岸问题 中国和美国 中国和台湾 台湾和美国 这个关系看得非常清楚 他就表示呢 现在呢实际上 佩洛西应该延期访问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去 格莱伊呢 大家知道 他是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 以及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那格莱伊呢 也在纽约时报呢 发表了署名文章 他写道啊 中国呢 随着军事实力的提升 很有可能会武统台湾 吞并台湾 即使呢 与美国一战 也在所不惜 他说啊 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 今年秋季 将争取 实无前例的 第三任期 没有显得软弱的本钱 习近平 不断加强 对台湾施压 显然认为 美国可能 即将正式支持台独 美国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 已经变成战略困局 总统拜登多次在涉台议题上 誓言包括明言美国有协助台湾的承诺 破坏当初精心策划 数十年来维护台海和平的政策 此外 美台官方往来 军事合作 以及美国军舰 通过台湾海峡等 过去低调的作为 逐渐台面化 单一火花 就可将此不稳定情势化 化为危机 升级成军事冲突 佩洛西访台 可能就是冲突的导火索 格莱伊他表示 美国对台承诺将防止中国军事冒进 但佩洛西此时访台 可能引发中国强力回应 原因是佩洛西未接高于其他访台的美国政治人物 他敢于在人权议题挑战北京形象与台湾连在一起 将被中方视为严重调讯 北京也认清 自己在拉高紧张态势上负有责任 包括与军事现代化打乱区域平衡 解放军的军机频繁对台湾周边空域进行骚扰 外界也担忧北京可能对台动物 部分中方专家与他们讨论时 主张美方对台立场明显转变 中国有必要采取行动让红线更具可信度 中国领导人虽然希望避免与美国一战 但可能愿意冒险让紧张情势升高 例如干扰佩洛西专机或首次派选金机飞越台湾上空 而华盛顿部分专家认为美中无可避免将为台湾陷入危机 美国不该退缩 加上中方惯于谴责美国挺台 美国内部已形成对北京警告佩洛西不得访台 只是嘴巴说说的看法 文章的最后 格莱仪也建议拜登要向中国传达明确一致的对台政策 不仅要让中国理解美方的立场 也要让美国人民明白 这至关重要 其次 格莱仪也建议行政部门的高层在强调美国首要目标 是吓阻中国对台动武维护台海和平的政策上 行速跨党派共识 列出让美中降低风险稳定现状的做法 最后建议美国向台湾重申 华盛顿将支持和平解决两岸分歧 加快交付受延期的武器 批准更多军售 强化台湾的自卫能力 华盛顿也应同时向北京传达美国恪守一中政策 不支持台独 最后 格莱仪说 批评如此做法的人会说 北京是恶霸 恶霸只会回应强者 华盛顿和裴洛西不能退缩 但我们正糊涂的不向危机 各方领袖都必须醒来 找到下台阶 避免没有任何一方想要的危险 对抗发生 那你从格莱仪这个文章呢 你其实能读出来 美国这些专家对台海问题非常清楚 他知道里边的来龙去脉 也知道解题方法 但你看美国的一些政客 他为什么还要做 还要挑衅 要获得利益 就是这些美国台海问题专家 他的做法和那些政客的做法是截然相反的 政客通过他的手段 像这个佩洛西 通过他访问台湾 他要获得自己的利益 政治声量 政治利益 那叫牺牲什么 牺牲台海和平稳定 他要获得一部分利益 就要牺牲一部分利益 牺牲谁的利益 牺牲美国的利益 牺牲台湾的利益 所以佩洛西访问台湾 本质上是在为自己 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 让佩洛西这个人很自私的 他并不是为了你台湾 他即使到了台湾 他也是为了佩洛西自己的政治声量 自己的政治利益 你台湾人还在欢迎着佩洛西 结果自己损害的是台湾的本身的利益 包括两岸的和平 美中的和平 所以我说佩洛西这个人是个麻烦制造者 他为了自己 我说佩洛西并不爱台湾 他也不爱美国 佩洛西爱他自己 更爱他自己 最后我谈谈我对台湾的看法 它问题本质上是美国和中国博弈的一个工具 大家看一个时间段 就是中美建交以后台湾问题 它也存在 实际上这些问题都存在 美国也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 一直到什么时期呢 到2005年06年 中国的GDP首次超越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 那个时期开始台湾问题逐渐的显现 美国开始逐渐打出台湾牌 美国对台政策发生变化 为什么 你中国是老二了 以前老二是日本 日本有我驻军 我不担心 老三老四加一起 还没有老大GDP高 我不担心 那你现在中国追上来了 马上是我GDP的70% 80%了 那我能不打压你吗 所以台湾问题就变成什么 美国打压中国一个工具了 你看之前也有这些问题 美国呢 是吧 也有包括他的军官 包括美国一些官员 实际上像中议长访问台湾 不是第一次了 不是佩洛西第一个 之前有 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 当时中美想要把台湾问题压制 因为中美的合作更多 不想让台湾问题影响了中美合作 那为什么现在佩洛西访问台湾 美国的一些官员访问台湾 美国在炒作这个问题呢 反而不压制这个 不压制中美之间这个分歧 而要公开这个分歧 就是要压制你中国 拿它当成一个筹码来跟你谈 这个大家理解了吧 所以你看啊 之前的中美双方有一个默契 现在的美国没有这个默契了 美国希望用台湾问题打压中国 牵着中国 当一个筹码跟中国谈判 那么中国对待台湾问题也会有变化 这个大家理解了吧 你既然把它当成筹码 我不可能按照之前那个惯用作法 我还是忍气吞声 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那我一定要反应 这个反应就逐渐升级 你有一个反应 我反应比你更强烈 逐渐升级 这就是葛莱伊说的 担心中美对撞 我今天给大家解释清楚 实际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中国的发展 让美国坐不住了 让美国产生了担忧 那他手里有一个台湾牌 他一定要用 用台湾牌压制中国 最有可能的未来 真的会支持台独 这也是中国最担心的 他支持台独 我之前讲过那逻辑 美国如果支持台独 虽然嘴上说不支持 但实际上美国什么都做 真的把台独搞起来 中国一定会开战 为什么 中国的共产党执政 他一定要保证自己的领土完整 台湾丢了 下一个西藏新疆 东北 内蒙 香港 中国就四分五裂了 不可能 另外共产党执政基础也没有了 台湾只要独立 共产党一定动武 这个实际上就是美国可以利用的 两岸出现战争 对谁有利 对美国有利 像抗乌克兰战争 对吧 乌克兰打仗 削弱俄罗斯 中国最担心这一点 中国现在是最希望两岸和平 为什么中国强调武统 就是警告你美国 你不要轻易打出 打出台湾牌 你真的支持台独 释放错误信号 那我中国也值得武统 那你美国真的就没有台湾牌可打 所以呢 实际上中美在台湾问题上都有自己的想法 那中国需不希望发生战争呢 中国当然不希望发生战争 但如果美国打出台湾牌 那中国被迫 无奈 必须选择战争 那么中国将有能力 迅速的统一台湾 那么实际上 谁先打出台湾这张牌 武统实际上也是一张台湾牌啊 谁先打出这张台湾牌 非常关键 中国呢 实际上并不希望 首先打出武统这张牌 如果中国打出武统这张牌 给了美国机会来制裁中国 看懂了吧 就像鲁乌战争一样 全世界联合一起制裁你 中国傻吗 中国可不傻 你先打出台湾牌 全世界都看到你美国的真实面目 然后我打出台湾牌 还能获得国际上道义的支持 看懂了吧 台湾牌的本质呢 就是中国的发展 美国日本呢 他原本在东北亚地区 军事力量 因为受到中国的崛起的影响 力量被削弱了 所以他需要重新平衡 但是你说中国能因为你的重新平衡 我不发展吗 还是要发展 所以我说台湾问题最终的解药呢 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发展 中国越发展 台海越和平 中国越能保证在台海地区绝对的军事 军事优势 就能保证台海的和平 我希望所有人理解 包括台湾人也要理解 中国越发展 台海越和平 实际上美国不断的在台海地区挑衅中 中国也给了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一个借口 所以我说啊 这个中国在台海地区包括海军 军事实力的增强 也有美国的 也有美国的功劳 他不断挑衅你中国 在台海地区挑衅给了中国借口 你看啊 这就是一个链条 一个循环 美国人没看懂吗 他也看懂了 美国人一直认为呢 他能制约中国的崛起 但我认为呢 美国这是幻想 因为中国是背靠欧亚大陆 欧亚大陆的崛起 不是说中国一家的崛起 所以中国呢 用一带一路啊 用金砖五国机制 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和中亚国家和全世界欧亚大陆上的国家一起联合崛起 我们一起崛起 不只是我中国崛起 那你美国想压制我中国 你首先要压制欧亚大陆的力量 你能压制我一家 你压制不了啊 整个欧亚大陆的大家庭一起崛起 所以美国啊 他这个海洋文明的衰落是一定的 中国的崛起 欧亚大陆的崛起 实际上会让美国让日本这些海洋文明边缘化 台湾问题迎刃而解 所以我说台问题有解药 就是中国的发展 欧亚大陆的崛起 大家知道我是支持欧亚大陆崛起的 所以从这点上 支持中国就是支持欧亚大陆 我希望台湾人呢 海外华人也要看清楚这一点 美国呢 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挑衅 包括佩洛西他访问台湾 包括日本议员访问台湾 本质上还是想要对中国进行围堵 他们没有转变思路 没有看到文明的冲突 没有看到更高的一层 还幻想着能够围堵单一中国 错了 是整个欧亚大陆的学习 今天呢就讲这些 佩洛西呢 他就是代表了美国 代表了海洋名 他真的爱台湾吗 在我看来 他更爱他自己